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斯科特·安德森是一位资深战地记者, 曾在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北爱尔兰、车臣、苏丹、波斯尼亚、塞尔瓦多和其他许多战乱国家或地区报道。 他常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文章,也为名利场、时尚先生、哈伯斯杂志户外撰写文章。 他的著作包括小说《月光酒店》、减商分类、非虚构作品试图拯救世界的人四分钟的谋杀, 以及他与自己的兄弟乔恩·李·安德森合著的战区和联盟之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趁机侵入阿拉伯半岛, 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力抵抗土耳其侵略军。 英国军方派了阿拉伯通、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那里进行活动。 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意图是给阿拉伯人有限的枪支弹药, 使其牵制土耳其的兵力,同时将阿拉伯各部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劳伦斯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战略采取行动的,但做法上非常讲究策略。 他换上了阿拉伯人的服装,尽量在生活上接接阿拉伯人。 由于突击队屡舰战功,威震中东,劳伦斯因此被誉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书中描写了劳伦斯以气魄发动的长途奔袭亚喀巴, 大马士革土耳其守军的英勇事迹, 以及他与阿拉伯萧雄、费赛尔王子的友谊等诸多历史细节。 突出抛析了劳伦斯丰富的内心世界, 特别是他内心对于英国中东政策的反抗与挣扎。 为了突出劳伦斯的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壮举, 作者还以并行线索叙述两位杰出的美国与德国情报人员的努力。 实际上是一种对劳伦斯的衬托, 这是一部出色的传记, 传著充满魅力, 传记本身也文笔优美流畅, 情节曲折而不失真。 它是了解一战东线时, 英帝国外交政策, 中东现代史的钥匙。 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戏剧性, 使中东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有人说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四个人会发生什么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帝国主义列强把中东分裂成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国家。 中东地区有了一些挥之不去的冲突, 在这一动荡时期, 劳伦斯、普吕福、阿伦、阿伦森和威廉·耶鲁这四个人的行动, 塑造了该地区和世界的历史。 他们分别站在战争的不同方面, 各自有自己的议程和主张。 本说讲述了这四个人以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所做的奴隶。 这些故事读起来像一部现实生活中的约翰·莱卡雷惊悚篇, 充满了间谍、欺骗和恶意。 这也是中东如何成为世界上政治动荡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故事。 在本书中, 你会发现, 普吕福在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土耳其人的忠诚? 为什么劳伦斯对亚卡巴的抓捕是一场苦乐参半的胜利? 为什么今天仍能够感受到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的影响呢?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将他带到了中东。 你可能知道提议劳伦斯, 他在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成名, 但你可能对这个角色的成长年代只知甚少。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扮演了重要角色。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生于1888年, 作为英国牛津的一名中产阶级青少年, 他在早期对欧洲和埃及历史产生了好奇心, 大部分时间都在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度过。 1909年,当他在牛津大学写高级论文时, 他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劳伦斯走遍叙利亚, 研究十字军东征期间建造的每一座城堡, 以确定基督教徒是从穆斯林 还是从穆斯林从基督教那里学习建筑。 在这次旅行中, 劳伦斯受到了盛情款待, 很快就爱上了中东。 牛津大学工作人员对他的论文印象深刻, 因此他被邀请留在中东为他心爱的阿什莫尔博物馆进行考古发掘。 1911年,他位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古城卡西米什工作。 他对中东文化非常了解, 作为挖掘现场的负责人之一, 他是天生的领导者。 他常给家人写信, 告诉他们他在卡西米什有了家里的感觉, 他对当地人的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 并在炎热的沙漠阳光下长时间工作, 因此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接下来的三年, 劳伦斯在卡西米什工作, 期间欧洲和中东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另外三名来自其他行业的人也在中东努力工作。 其中一个是33岁德国间谍科特·普里夫。 普里夫早年热爱外语, 后来成为了德国驻开罗大使馆的翻译。 但是普里夫有更大的野心, 1913年他在埃及遇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有兴趣扰乱埃及的政治。 埃及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普里夫和其他德国间谍开始在埃及穆斯林中点燃了革命火焰, 以便他们起来反抗英国基督教。 1913年11月,英国政府注意到了普里夫, 并设法将他从大使馆的工作中解职。 但我们稍后会发现, 他还不打算离开中东。 当时地区的另一名显赫人物是亚伦阿伦松。 他当时在当时的巴勒斯坦苏伊士运河对面工作。 阿伦松是一位犹太农学家或农业专家, 以建造一个大型研究设施而闻名于世, 他致力于将巴勒斯坦变回曾经繁茂肥沃的土地。 但阿伦松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犹太富国主义者, 这意味着他将大部分工作奉献给了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区。 世界上的犹太人可以返回家园。 所以,当阿伦松没有播种时, 他呼吁西方政府帮助犹太富国主义事业。 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位名人,威廉·耶鲁。 耶鲁的家族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你可能知道耶鲁大学, 它可以追溯到17世纪。 然而,到1913年, 这个家族的财富几乎消失了, 威廉不得不找工作。 他是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的标准石油公司找到工作的。 1913年,耶鲁加入标准石油公司, 帮助他在中东寻找新的石油来源。 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无趣了。 历史往往是一个小瞬间的故事, 偶然的相遇、偶然的决定或纯粹的巧合。 1913年, 劳伦斯、 普利福、阿伦森和伊鲁四个人环顾四周都注意到了同样的事情, 奥斯曼帝国正在衰落。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令它分崩离析。 这个幅原辽阔的国家可以追溯到这几个世纪前。 在16世纪, 它从阿尔及利亚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延伸到中东到离海, 一直向北延伸到布达佩斯。 但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 奥斯曼帝国、法国帝国和英国帝国一起对抗俄罗斯帝国。 而在19世纪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 奥斯曼帝国失去了领土。 1913年, 埃及已经被英国控制,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北部领土都实现了独立。 现在,在军事坦丁堡, 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乃在土耳其君主控制的治下的地区, 包括叙利亚、土耳其和巴勒斯坦, 开始变得不稳定。 部分原因是这些土地上居住着穆斯林、 基督教和犹太人。 和一个叫做年轻土耳其人的政党的崛起, 到1913年, 这个政党对帝国进行了改革, 成立了一个难以维持控制的新政府。 三名土耳其高级军官被称为三帕夏, 领导了新政府, 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 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 海军部长德杰马尔帕夏。 奥斯曼帝国已衰落的状态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一切始于1914年6月29日, 星期一, 奥匈王位继承人弗兰兹·费迪南德大公在南斯拉夫遇刺身亡, 起初还不清楚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会站在哪一边。 但科特·普利福仍在该地区利用日益不稳定的局势, 试图说服土耳其人转而反对英国和埃及, 最终成为德杰马尔·帕沙的德国联络人。 一旦奥斯曼帝国选择战队, 恐怖的战争便迅速升级。 随之战争的爆发, 以大英帝国、法国和俄国为首的盟国 和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中央大国之间迅速划清了界限。 1914年11月2日, 奥斯曼帝国终于站在了中央列强一边。 阿拉松立即受到了影响, 他看到了军队掠夺了眼前一切用于战争的东西, 衣服、食物、车辆甚至水管系统的一部分都被从家里没收, 以便重新用于战争。 他看到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被掠夺武器并被带进土耳其劳改营。 许多犹太人开始逃离该地区, 但阿伦松决心留在巴勒斯坦, 与此同时, 劳伦斯凭借对该地区及其文化的了解, 很快被派往开罗的英国军事情报办公室工作。 起初, 这是一场等待的比赛, 但最终在科特普利福率领土耳其攻打埃及苏伊士运河。 以一场令人尴尬的失败告终后, 英国人被刺激发动了自己的攻势。 由于这次进攻是有计划的, 劳伦斯见英国人进攻亚历山大港, 这个地区有很多优势, 包括一个可以让船只和士兵轻易接近的深水港, 以及一个提供掩护的掩体。 他还知道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可能会支持他们打击土耳其人。 但当局没有采纳劳伦斯的建议, 英国和法国决定开展现在所谓的加利波利战役。 那里的战斗继续表明, 当时军师力量对于现代战争和机枪的使用是多么缺乏准备。 1915年4月, 英法帝国军队登陆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岛, 随后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奋力下船的士兵被轻易地强杀, 仅一天就有四千人倒下, 水里被鲜血染红, 几百英里外就能看到加利波利的红色海岸。 劳伦斯和耶鲁都为他们周围看到的无能和欺骗而畏缩不前。 战争开始时, 威廉·耶鲁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局面, 在找到一些有希望开采标准石油的地区后, 他数命以欺骗的方式从土耳其政府手中夺回这块土地。 1914年大部分时间, 耶鲁都在中东四处游荡, 寻找有利于其雇主的领域。 他知道, 一旦战争爆发, 任何标准石油公司的钻探计划都可能无限期地暂停。 所以, 他的雇主想出了一个狡猾的计划, 标准石油命令耶鲁访问德杰玛尔帕沙, 以便获得在巴勒斯坦五十万英亩土地上钻探的权利, 但没有提标准石油在战争结束前不会钻探。 耶鲁不是一个无情的商人, 但他仍然忠于雇主, 最后他只能鼓起勇气要求二十五万英亩的土地。 由于德杰玛尔认为, 石油将很快提供并有助于战争, 所以土耳其人同意了。 耶鲁对这笔交易并不满意, 1916年夏天, 他已经在回美国的路上了, 正是在回来的路上他才开始意识到, 他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旅行和交易都可以为盟国带来好处。 与此同时, 劳伦斯对上次的无能越来越感到沮丧, 他鄙视加利波利战役的低效, 开始意识到政治对英国政府军事策略的影响有多深。 他知道, 决定在加利波利而不是亚历山大雷塔登陆, 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出自自身政治目的, 希望确保战后叙利压的安全。 军事情报部门正在对劳伦斯造成损失, 他急于走出开罗的办公室, 努力做一些实际的好事。 阿拉伯起义是从以欺骗为基础的谈判开始的, 劳伦斯离开的机会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名阿拉伯中尉向英国投降时, 当他被带去问话时, 他透露有很多阿拉伯人, 特别是买加入, 愿意与土耳其人作战。 但阿拉伯人只会承诺在一定条件下与英国结盟, 谈判随之展开。 英国打开了与阿拉伯人领袖侯赛英国王和他儿子费赛尔一本《侯赛因王子的联系》, 谈判在1915年至1916年期间进行。 侯赛英国王希望得到保证, 保证阿拉伯领土在战后获得独立。 虽然英国同意这一点, 但他们对法国隐瞒了这些谈判的细节, 知道他们会反对, 因为他们有兴趣向叙利亚提出要求。 劳伦斯作为英国联络员被派往战场, 与费赛尔王子和他的阿拉伯士兵部队合作。 最后, 1916年6月5日, 埃米尔侯赛英向麦加的土耳其要塞方向开枪, 阿拉伯起义开始了。 与此同时, 在欧洲, 盟国正在进行自喜的谈判。 1916年初, 他们起草了塞克斯·皮科特协议。 一旦盟国获胜, 该协议将授予法国对叙利亚的控制权, 英国对伊拉克的控制权, 以及法国、 英国和俄罗斯人对巴勒斯坦的联合控制权。 当劳伦斯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时, 他知道这项工作, 这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困扰他。 但在1916年10月, 劳伦斯逐渐逐渐适应了费赛尔王子的顾问角色, 两人立刻产生了好感。 劳伦斯看到费赛尔团结该地区各个阿拉伯部落的独特能力, 费赛尔很可能赞赏劳伦斯的聪明、才智和诚实。 劳伦斯是诚实的, 他甚至告诉了费赛尔关于塞克斯·皮科特协议的事情, 并不断地做他能做的事, 试图破坏英国和法国背叛阿拉伯人的企图。 中东犹太人在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亚伦·阿伦松越来越关心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在叙利亚, 阿伦松目睹了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 他觉得犹太人的相同遭遇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 为了帮助盟军, 阿伦松决定采取严厉措施, 他开始记录土耳其军队、仓库和补给, 以及未设防海岸线的位置和规模。 他要是能把这些信息交到英国人手里就好了。 1916年夏天, 阿伦森从奥斯曼帝国溜走, 前往中立的丹麦。 在那里, 他被英国当局逮捕。 英国当局对他想成为战时间谍的愿望, 表示相当强烈的怀疑。 阿伦森被拘留在苏格兰, 请求成为一名英国军事情报人员。 1917年3月, 英国人相信阿伦松是真诚的, 他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很快, 阿伦森组织了一个由24名犹太特工组成的小组, 他们将充当盟军的间谍。 阿伦森的妹妹莎拉负责这次行动。 这个间谍团伙设法保持活跃, 并在一段时间传递有关土耳其军队的有价值的信息。 但1917年9月17日, 当阿伦松的一名间谍被抓获时, 该间谍团伙突然停止了活动。 1917年10月2日, 土耳其军队在巴勒斯坦占领了这颗组织, 对他们进行殴打和折磨。 莎拉设法逃走并试图自杀, 结果子弹打中了她的脑袋, 她四天后死亡。 当她的间谍组织瓦解时, 阿伦森正忙于为她的犹太富国主义运动, 谋取政治利益。 1917年11月, 她仍然不知道妹妹的死, 她庆祝英国政府发表的《巴尔夫宣言》, 该宣言确认支持 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 劳伦斯和普吕福在激烈的战争中 走上了对立的道路。 到1917年4月, 劳伦斯完全沉浸在阿拉伯起义的世界中, 为了避免在费萨尔王子的营地中间 像拇指一样突兀, 她脱卸英国军装, 从头到脚穿上了阿拉伯服装。 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 劳伦斯知道阿拉伯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由于劳伦斯很清楚赛克斯·皮科特协议, 他明白如果阿拉伯人有任何机会 要求独立的土地, 他们将不得不占领他。 因此, 劳伦斯开始制定一项大胆的计划, 占领位于亚喀巴的土耳其要塞。 亚喀巴是红海北源的一个地区,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可以加强对叙利亚新藏地带 可以带来进一步的推进。 而且, 劳伦斯知道, 法国正在策划自己对亚喀巴的袭击, 所以阿拉伯人首先到达那里很重要。 但劳伦斯没有选择传统的乘船进攻, 而是召集了一群阿拉伯士兵, 通过瓦迪西尔汉沙漠向内陆移动, 从后面攻占了堡垒。 当劳伦斯准备采取行动时, 普律夫却袖手旁观。 普律夫没有和实地的联系人交谈, 而是被困在军事坦丁堡的一张桌子后面, 盯着地图, 试图想出新的策略。 这种地理上的孤立, 使普律夫对战争的现实视而不见。 即使在1917年, 随着阿拉伯起义的进展, 一个犹太间谍团伙正在巴勒斯坦境外活动。 普律夫也拒绝承认有任何麻烦。 在他的报告中, 他仍然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温顺和顺从的, 而阿拉伯人是胆小到不敢反抗土耳其人, 他大错特错。 劳伦斯领导了对亚巴喀的突袭, 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在去亚喀巴的路上, 经过了四天几乎无法忍受的沙漠环境, 劳伦斯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 变得绝望不堪。 他周围的阿拉伯士兵都快死了, 有些甚至是被蛇咬的, 因为夜间有毒的爬行动物滑进了他们的毡子里。 他对塞克斯·皮科特协定深信不疑, 知道即使他们真的夺取了亚喀巴, 阿拉伯人很可能在战争结束时被英国人出卖。 当他在瓦迪·西尔汉沙漠孤独的旅行, 遇到另一位阿拉伯部落首领, 奴隶沙兰时候, 他的希望又恢复了。 劳伦斯对这人打败土耳其人的决心印象深刻, 他的精神说服劳伦斯继续努力, 争取尽可能多的土地, 希望没有人白白死去。 劳伦斯和他的部队继续向亚喀巴进发, 当他们接近阿巴利桑镇时, 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抓了550名土耳其士兵, 他们已经被征召增援, 很明显他们要么试图赶朝他们去亚喀巴, 要么战斗。 劳伦斯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一次迅速的胜利, 当阿拉伯人巧妙地包围土耳其人, 杀死300人, 俘虏160人时, 他的小队只损失了两个人。 他们从阿巴埃尔利桑处发, 在傍晚时分到达阿喀巴。 接近堡垒时, 劳伦斯发现他的策略是正确的, 堡垒和沟豪全部空空如也。 他们的到来几乎没有遭到抵抗, 经过两天的对峙, 双方几乎没有一枪。 土耳其指挥官于1917年7月6日投降, 亚喀巴是他们的。 英国军方把他升为少校, 并赋予他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这是一名士兵能够获得的最高军事荣誉。 现在英国军方可以为阿喀巴储备补给和增援物资, 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行动基地, 以便在未来发动攻击。 随着战争的继续, 劳伦斯的经历变得更加令人不安。 但劳伦斯对讲章和荣誉并不在意, 就他而言, 他成功的唯一好处是他的上级现在 更加重视他的军事战略。 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 大英帝国和阿拉伯军队同步进攻, 攻占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等重要城市。 现在劳伦斯少校受到高度重视, 他的上级同意为他的大胆战略做准备。 劳伦斯和他的战友们变得焦躁不安, 尽管在亚喀巴有物资储备, 但几个月过去了, 没有再向北方移动。 这让劳伦斯牺牲了更多战士。 1917年9月19日, 为了使土耳其一条重要的铁路线瘫痪, 劳伦斯带着一百人 实行炸毁一座桥梁和一列火车的任务。 结果令人毛骨悚然。 爆炸发生后, 劳伦斯的军队开火, 打死数十名试图逃离火车的土耳其士兵。 火车上留下许多受伤的平民, 其中包括数十名妇女。 劳伦斯显然在心理上 与周围的暴力行为脱节了, 而且情况变得更糟。 劳伦斯试图视察叙利亚德拉镇的 一个大型铁路综合体时, 被该地区州长抓获并囚禁。 在劳伦斯自己对德拉事件的描述中, 他设法阻止州长强暴他, 结果遭到殴打和折磨, 后来才从医院逃走。 底教人认为, 充分证据表明, 劳伦斯确实遭到了强暴和酷刑。 那些认识劳伦斯, 并在他从德拉回来后见到他的人, 没有看到他后来描述的 殴打的迹象, 但他们确实注意到了 他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变化。 他比以前更加冷酷, 更加远离战争的恐怖。 阿伦森和伊鲁发现 美国对中东的兴趣有限。 1917年4月, 美国向德国宣战, 正式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尽管美国在中东问题上 没有官方立场, 但他仍然对该地区 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这就是为什么 威廉·耶鲁回到美国后, 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 对他的情报非常有兴趣。 当时, 这个局是一个由助理国务卿 利兰·哈里森管理的小型组织。 根据耶鲁在这方面的经验, 他们决定把他送到开罗, 从而使他成为美国在中东 唯一情报人员。 尽管有了心头接, 但耶鲁远不是军事情报专家, 所以当他1917年10月到达开罗时, 他获准获得一些英国文件, 以帮助他加快速度。 读完报纸后, 耶鲁发现, 似乎只有一个人知道中东的情况, 提议劳伦斯。 但还有一个人在忙着 让美国对中东事务更感兴趣, 亚伦·阿伦松。 1917年底, 他前往美国, 为他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争取美国的支持, 甚至可能让这个国家向土耳其宣战。 正是在纽约, 阿伦松终于得到消息, 他的间谍团伙已经崩溃, 他的妹妹和他的许多朋友现在都死了。 更糟糕的是他失败了, 阿伦森无法说服他在美国的联系人, 如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 干涉英国在巴勒斯坦的事务。 当时, 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在公开发表反帝政策, 而且也许预见到了该地区所有的政治地雷, 布兰·戴斯和其他政界人士 并不认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兴趣。 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 双方对结果都不清楚。 1918年初, 我们的主人公对战争, 特别是中东战争的结局有不同的看法。 普里夫认为, 德国正在崛起, 1917年的俄国革命 使俄国完成退出这场冲突, 这帮助德国在东欧获得了力量。 1918年4月, 普里夫甚至密谋赢得了埃及前君主阿巴斯·希尔米二世的效忠, 普里夫希望他能够在战事后重获政权。 普里夫的努力被证明是相当错误的, 因为在几个月内, 德国的财富将迅速减少。 另一方面, 耶鲁认为劳伦斯是中东问题专家的预感被证明是正确的。 1918年3月, 他终于见到了劳伦斯, 两人坐下来谈了谈。 劳伦斯有很多事情要告诉耶鲁, 阿拉伯人不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 他和他的部下的印象是阿拉伯人可以对他们武力夺取的任何土地提出要求。 劳伦斯补充说, 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没有太大希望, 他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永远不会通过和平方式, 必须以武力建立和维持这个国家。 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 劳伦斯相信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劳伦斯曾经强烈反对塞克斯·皮科特协议, 但最终还是要求帝国当局给出一个官方答案, 阿拉伯人能实现独立吗? 1918年6月, 他得到了他一直希望的答案, 英国和法国将承认阿拉伯人解放自己的土地的独立。 劳伦斯现在渴望带领他的阿拉伯军队到大马士格, 他告诉他的部下准备迎接胜利。 持续15个月的战争在大马士格达到了高潮。 1918年的9月, 欧洲和中东的局势突然接近尾声, 美国抵达法国是为了击退德国人。 9月19日, 大英帝国开始进攻, 成功迫使土耳其军队撤退。 在这一点上, 提议劳伦斯正要开始最后一次行动, 但事情开始变得很糟糕。 劳伦斯动员了他的军队, 一进入塔法镇, 他就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景象, 到处都是尸体, 包括被强奸和尸解的妇女和儿童尸体。 劳伦斯被激怒了, 据说他对他的部下说, 你们中最好给我杀死所有的土耳其人。 最后几天, 阿拉伯士兵杀死大约四千名德国和土耳其士兵, 留下通往大马士革的血迹之路。 当他们到达大马士革时, 劳伦斯和阿拉伯叛军受到了欢迎, 但还是更紧迫的事情要做。 劳伦斯很快试图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个阿拉伯政府, 以确保大马士革的独立。 但这也意味着, 要与土耳其医院打交道。 一个废弃的帐篷里住满了八百名受伤和未经治疗的土耳其士兵, 他们被留下来送死。 医院那噩梦般的景象, 仍将铭刻在所有目睹他的人的脑海中。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 情况不会好转。 正如劳伦斯所担心的, 法国和英国仍然计划执行赛克斯·皮科特协议的条款, 尽管他们几个月前刚刚告诉过允许阿拉伯国家的独立。 1918年10月3日, 在大马士革维多利亚酒店举行了一次会议, 两位英国将军通知劳伦斯和费赛尔边界正在重新划定。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将是分离的土地, 这使得叙利亚成为内陆国家。 费赛尔王子将在法国的指导下担任叙利亚的执行长官。 第二天上午, 劳伦斯惊呆了, 他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在努力到达的这座城市, 现在他将离开大马士革再也不会回来了。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耶鲁和劳伦斯还是无法避免巴黎和平会议的错误。 大马士革陷落不久, 1918年10月31日, 中东战事结束。 11月11日, 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以结束战争, 但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解决的。 由于提议的中东改革到1919年1月的巴黎和平会议才能正式生效, 阿拉伯独立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所以劳伦斯和耶鲁尽他们所能为这项事业游说。 劳伦斯在巴黎和平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 一直在恳求费萨尔·侯赛因能够不受法国人干涉的情况下领导他的人民, 但最终劳伦斯被禁止参加会议。 威廉耶鲁也见证了战争最后的血腥日子, 他也曾在大马士革目睹了土耳其医院的恐怖和英法两国的失信。 耶鲁试图用他所谓的耶鲁计划来游说美国代表, 这是一项在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和平与独立的提议, 但却被置若网闻。 耶鲁可以看出, 美国已经在恢复对世界事务采取的独立主义态度。 相反, 在巴黎, 中东被瓜分了, 英国占领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 法国占领了叙利亚。 威廉耶鲁将自己的回忆录结尾, 称巴黎和平会议为二十世纪悲剧的序幕。 其实, 在巴黎做出的决定并没有很好的执行。 1946年, 法国放弃了叙利亚, 留下了一场持续的内战。 1952年, 英国人首先被驱逐出埃及, 然后在1958年被驱逐出伊拉克。 在未来的几年里, 这些曾经被帝国化的土地将继续对英国怀有深深的怨恨。 劳伦斯的余生都在努力应付一战的背叛和恐怖。 劳伦斯对巴黎和平会议的结果感到厌恶, 他母亲说他整个上午都坐在同一个位置, 凝视着太空。 劳伦斯花了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 试图与他的过去保持距离。 回到平民生活后, 他改名为约翰·休姆·罗斯, 后来改名为托马斯·爱德华·肖。 他加入了皇家空军。 在一些低级别岗位工作, 再也不想承担任何重大责任。 1922年, 劳伦斯为一群小朋友亲手印制了八本回忆录, 题为《七根柱子》。 他的书有消息被印发后, 他又印了二百本, 最终这本书变得如此受欢迎, 以至于劳伦斯允许这本书面向大众市场印刷。 然而, 在每一个新版本中, 他都做了大量的编辑, 删除和修改了一些关于他忍受的暴力的细节。 那些认识他的人, 认识到了他一阵阵的自杀性抑郁, 拒绝把战争的某些方面说成是炮弹休克的征兆, 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最能说明劳伦斯对阿拉伯起义结果深感遗憾的例子, 就是他去白金汉宫的会面。 1918年10月30日, 他被传唤到白金汉宫, 成为大英帝国骑士团的指挥官。 但当到了向乔治国王下跪, 并被授予爵士头衔的时候, 劳伦斯告诉国王, 他来这里只是为了亲自拒绝这个荣誉。 劳伦斯转身走开了,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 国王穆登口呆手中紧紧攥着奖章。 无幸的是,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在1935年5月13日的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丧生, 享年46岁。 当时, 他在试图避开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时, 失去了对摩托车的控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悲剧中, 中东的事件无疑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 当劳伦斯帮助发动阿拉伯起义时, 他试图阻止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阴谋, 对外国领土提出要求。 战争期间, 另外三人也在中东舞台上扮演他们的角色, 但最终, 他们和劳伦斯都无法阻止战争停止后发生的悲剧。 好了, 可斯特·安德森的 《阿拉伯的劳伦斯》,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